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脑就是一种信息嘛 就是一些世俗的经验 还有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很多观点 经验 定义 概念 这就是头脑 它是 头脑是一个好像很圆滑 它是一个系统的东西 就是你已经形成你的知见 就是你确定定义啊 概念啊 这些全是头脑的东西 然后你怎么做才能不受伤害 怎么保护自己 全是头脑里面 而这些东西是建立在 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人是怎么保护自己 你学来的 头脑是学来的 你在外边这几十年学了很多东西 你的知识 理机都在头脑里面 你背下来了 但背定你说怎么样 就从大人那儿 从父亲 母亲 朋友 如果有姐姐 哥哥 身边的人 还有你看到的正面信息 负面信息 电影 电视 必须学来很多东西 都照在你的这儿 这是头脑 头脑是一个成熟的 就好像越来越多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好像有事故 越来越圆滑 头脑 但我们的心其实不是 心长不了那么大 心 每一个人的心 有的真的是 你人长大了 心不会长大了 心长得很慢的 心灵的成长 除了你需要修行 修炼快一点以外 就像一般人 一辈一生都是个宝贝 他所以面对人的一生 面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的时候 很脆弱 你知道吗 所以心它是没长大的 而且承担不起有逃避责任啊 承担不起不守承诺啊 承担不起任何东西啊 毁避啊 狡辩啊 他那个心 逃啊 恐惧啊 孤独啊 寂寞啊 这都不是一个成熟的心灵 你知道 这种心灵都是个小孩子 对对对 他只是坏了一个环境 随着他年龄 比如他小的时候 他成熟的是玩尿米啊 玩那个小坦克啊什么 他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 他不舍 但青初期他又面对爱情的时候不舍 到中年他又金钱明令的时候不舍 他一层一层往后 其实心在面对这个外境 他的那个角色跟小时候尿米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心一直没长大 你的承受力一直是那样的 对对 一直是恐惧的 那是个心像 比如说 你只是看到你的心像一个孩子的形式出现了 其实很多人都会看到这个 他的心像 说明我们的心的成熟是很慢的 约果九月时候人类的生命很长的 比如说人类生命有上千年 几千年 如果我想我们能活三千年的话 可能我们的心能成熟到四五十岁吧 可能我们现在才活一百年 你知道 如果说我们的寿命是一百年 我们心灵很难成熟 你心灵长大就是要很成熟 就像他要增加你的承受力心灵 因为能抵抗一几台股要半几台股 所以心灵的成长是需要忌讳的 就是你要心灵长大是需要不断的学习智慧 承受力啊 定力啊 这些东西 所以你能承受得起 觉得很多事情 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过来 你不摇动了 不会哭哭启启的 随着风摆啊 一点点委屈也受不了啊 小孩子饿了也会哭鼻子啊 有点什么都会哭鼻子 但是大人就可能不会 但是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 心就是如果你想迅速的长大 如果长得接风就长的话 那只能是学习一些 就是学智慧的东西 是不是身体也还要继续的修啊 要修炼 要修炼 这是最快的 然后我自己也就不停的与他就连接 然后呢就接纳他 你不需要你就是那样的 你不需要接纳 你本来就是接纳的 你并没有和他风铃过一天 你本来就是接纳 但是以前是排斥的 你是我不承认的 那就是概念上的排斥 概念上的排斥 那个不起作用的 你本来 你怎么也是他 你怎么能 你是你的心 你不是你的头脑 你知道吧 头脑 这就是说江山一改 本性来讲 头脑的东西只是做事的一个方式 当你真正面对一些内在的东西 就是说你是心在起作用的 对 你是你的心 头脑是经验的东西 头脑只是概念正面 学来的东西 那是别人的 你从别人那儿 这个世界学来的是头脑 心是你的 心才是你的 然后因为我在相互看的时候 在内观的时候 感觉到有 有呢我就 那就化空掉 不是就是用意念 我跟他说 就化空掉也就没了 你空不掉 因为你就是了 你不用化 直接告诉他 他为什么要恐惧 就为什么要恐惧呢 想清楚了就不恐惧了 我为什么要恐惧呢 说清楚了 那个孩子说 我怕这个 我怕什么狗狗毛毛 那你说 你讲讲那狗狗毛毛 有什么可怕的 讲讲他是多可爱 就有些东西 你要说清楚才能不怕 不恐惧 你要找到你那个孩子 恐惧的 他快乐 是 什么 he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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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